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美中时间21年11月17日 下午3点40分 股市刚刚收盘 今天大部分的三大股指都是收跌的 我们看一下 道指下跌210.70点跌幅0.58% 是跌幅最高的一个股指了 标普500下跌10.10点跌幅0.21% 纳指综合下跌52.3点跌幅0.33% 罗素今天是跌的最惨的一个 跌幅是1.31% 今天的话主要是跟大家看一下 这几个股指ETF的点位的情况 所以现在跌的话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大家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要储备好子弹 然后准备好加仓 所以现在跌的话 跟大家提醒一下ETF的点位 ETF的话 目前的话可以说 ETF的话 我们认为会出现这种高位的震荡了 所以在低位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加仓 然后高位进行减持 做这种震荡行情的低息高抛了 然后再有的话呢 另外的话呢 如果要是说跑个股的话呢 个股应该是 着重拿这种业绩好的龙头股 然后比如说Tesla了这一类的 或者是亚马逊了 谷歌Facebook这一类的 英伟达了 什么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个股指的情况 然后再有的话呢 说一下这个英伟达今天出财报了 说一下他的情况 然后另外今天是公布了几个这个数据了 一个是这个原油方面的 原油储备的话呢 是不及预期了 或者说是储备的话呢 比预期的话呢 是更缺油 现在的话呢 比预期的要好一些 原油库存 但是EIA的原油库存变动的话呢 是更少了 更缺油了 然后再有一个是新屋的情况 新屋的开工年化率的话 主要是反映上一季度这个 这个营件许可证的情况了 所以他这是不及预期的 也就是说整个不太好 但是这个月的话呢 营件许可证这个增 数值呢 是比预期要好的 比如说营件许可证的月率呢 是2.8% 预计是2.8% 实际是4%了 也就是说大家呢 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房子上市 在下一个季度了 因为这是有一个延迟的效应嘛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今天的话呢 11个板块 标普511个板块当中呢 跌幅最高的就是这种能源板块了 其次的话 金融原材料都跌幅 有将近一个点左右的跌幅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财报了 英伟达的话呢 它第三季度的营收是71亿美元 市场预估呢 是68.1亿美元 所以是比超出市场预估的 而且这个第三季度调整后的 每股盈利是1.17美元 市场预期呢 是1.1亿美元 所以也还是超出预期的 这是为什么英伟达盘后呢 上涨了1.8% 它这个毛利润的话呢 是67% 市场预期是66.9% 第三季度的每股盈利呢 是0.97美元 市场预期0.89美元 去年同期呢 是0.53美元了 所以都是远远超出预期的 另外它这个游戏业务 和数据中心的业务的营收的话呢 同比增长分别是42%和55% 这是非常大的两块业务了 再有第三季度 比如这个汽车业务呢 是1.35亿美元 同比增长的是8% 所以这是整个英伟达的这么一种情况 再有它第四季度的营收呢 将在74亿美元的基础上呢 增加或者是减少2% 市场预期呢 是68.6亿美元 所以基本上和预期也是差不多了 可以说 可能应该会比预期要好一点 就算减2%的话呢 它还有72亿美元 所以比市场预期是要好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英伟达盘后上涨 而且大家如果看好英伟达的话呢 实际是可以长期持有的 我昨天的话呢 已经给这个英伟达 就是更新了它这个点位了 英伟达目前的话呢 因为现在处于这个股市震荡当中嘛 所以它有可能 就是前几天呢 是刚刚冲出这个新高了 所以目前回调的话呢 我们认为是有可能见到230左右的 或者甚至240 230 这个价格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 如果长期持有的朋友 想长期持有的朋友 是可以进行稳妥加仓的 再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英伟达收购ARM的这个问题了 然后他们呢 还是认为 就是收购是肯定是有好处了的了 但是目前就反垄断的问题嘛 看看他们 他这个与联邦的贸易委员会呢 讨论补救的措施 以解决ARM相关的这个交易问题 如果这个要是真的是收购了的话呢 对英伟达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的 应该说是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ETF方面啊 跟大家主要是更新一下 这个各个的点位了 因为我知道现在的话呢 可以说低吸高抛吧 目前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普500的 这个对应的ETF VB吧 也Wengard的 他这个的话呢 可以说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是在199到215 在这个区间的话呢 实际上已经震荡了好久了 今天的话呢 也是跌一下 跌到219 跌到219块钱的话呢 就可以止住了 对 所以还是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已经跑出这个区域了 然后其他底下呢 实际上还有几个非常强的支撑 比如说 170到172 都是当时有跳空高开 或者是 有这个很长的一个震荡横盘的 这么一个趋势的区间 所以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 再有的话呢 就是196.42到188.52 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 可以看到在这横盘很久嘛 也是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都是他很强的支撑区 然后再看一下 就是 纳指100 纳指100 我知道这个 QQQ了 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了 他现在的话呢 压力位就是395到410.5 这个位置 目前的话呢 还是在这个压力区间当中 可以说是震荡调整 这么一个趋势 没有走出这个区间 但他上方如果要是冲破了410.5的话呢 他就认为 我们就认为这个压力区间的话呢 就转化成一个非常强的支撑区间了 而且他认为 有更可能是 走一个更向上的一个上行通道了 目前的话 支撑点位的话呢 就我这边写的这几个 344到346.5 338到339.2 非常强的两个区间的话呢 一个是在 322.9到323.89 这个位置是非常强的 再有一个的话呢 更强的区间就是前方的那个区间了 297.12到300.59 53这个位置 这是非常强的两个区间 所以如果要是回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说是五脑加仓都是可以的 但是回去的可能性呢 我认为不太大 但目前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震荡 而且这个周线的话呢 和月线都是要往下走的话呢 所以他走一堆大的这个调整 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真的是走这个10% 20%的 这种大的调整的话 这种价格是可能见到的 否则的话 这个价格是不太好见到的 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道指DIA的话呢 目前也是压力位置的话 就350.99到360块钱 这个位置了 所以今天的话呢 还是在碰起到这个361.58 361这个位置的话呢 立马就会下来了 就是前几天吧 或者是今天也是了 就这样立马就下来了 而且在这个区间当中的话呢 还是这个压力区间当中调整 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从 11月8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 都是在这个区间当中震荡 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啊 目前还是认为它是高位震荡吧 低息高抛 还是这么一个原则 而且今天的话呢 这个日线实际上跌的是不少的了 跌了0.57个点 而且这个我认为在跌的的话 这两周周末可能就可以加仓了 如果做这种震荡区间这个整理的话 如果要是不出意料的话 就明天是周 今天是周三 明天周四 周四有可能就会反弹了 如果周四不反弹 周五或者下周一的话 我记得就会往上反弹了 它这个跌的应该还是不小的一个幅度了 大家可以看这是从 11月8号开始吧 一直就是跌下来的 因为现在17号跌了十来天了 基本上 所以是一个很很长的调整时间了 它这个支撑的话呢 就有这么几个吧 339到339.5 这是一个支撑了 非常强的支撑的话 有两个 一个是325.10到325.5 这是一个强支撑 再一个呢 是296.51到296.46 这都是几个跳空高开 或者是那个当时有非常强的震荡整理区间的这两个位置 所以也是非常强势的了 强势的地方 这是它 然后另外我们看一下 对还有一个就是 微微的话呢 就是标普500有一个这个强弱的分界区啊 就是195到210这个位置 跌破这个区间的话呢 我们认为它这个标普的话呢 就是要走弱了 走弱的话呢 可能就做一个大大规模的这个回整了 到时候就是像我们说的 有点像去年三月份的那种回整了 如果要是没有跌破这个区间的话呢 在这个区间之上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就是逢低坐高 逢低买入 然后低吸高炮嘛 这种情况 然后罗素的话呢 目前有一个压力区间 就是244到250台的压力区间 可以说看到了 今天的话呢 也是触及到这个低点 235.13之后的话 就我们上方画的这条压力线呢 可以说 立马呢就反弹回去了 所以没有 就是最后收盘也是收到这个 235.13之上吧 它是235.86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是收在这之上 今天的话 跌的实际上是不小的一个幅度 1.31% 可以看这条线呢 正好把它给架住了 这是我们画的当时的一个 上方的压力线嘛 或者说是一个支撑线 这是它当时走出这个震荡的行情啊 这大概有小半年的 这个震荡行情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它是初步的 做了一次这个回踩了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回踩 还是相对比较到位的 如果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是罗素应该是上涨的 但如果要是出意外的话呢 它有可能就会掉进这个回踩区间了 到时候就成了一个弱势整理了 就不是这种强势向上攻了 有可能在这个区间当中 就是现在这个235.29到这个低位的话 就222.82这个位置了 这个区间当中就进行一个弱势整理了 当然如果要是在跌破这个区间的话 就有可能是往下踩了 那就非常严重的一个 我估计那就是股灾了 目前的话呢 还是认为它是已经 我认为罗素的话 已经跳出这个整理区间了 但是目前是回踩 回踩之后我们还是看做多吧 今天也是做了一部分这个加仓有 然后看明天的情况吧 当然了也不妨明天就是说跌得更严重啊 跌下来之后到这个区间当中弱势整理 到时候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压住就是压住了嘛 那就只能期望说下一个季度的时候 或者说是明年演出的时候 再走上去或者估值了 各方面的企业盈利了 各方面效果都好了之后的话 在这个价格再上升上去 只能是这么一个希望了 然后英伟达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话呢 今天Tesla呢实际上涨得不错的 涨了3.25% 我昨天说过了 它这个整理区间的话呢 可以说是强弱分界是到1016到1078 今天实际上已经跳出这个强弱分界区了 已经最高点的时候呢 已经达到了就是1119块6毛4 所以认为呢 它基本上是跳出这个弱势整理的区间 就是强弱分界区间嘛 没有真的掉下来出一个大源头 然后向下 所以很有可能的话 它上去之后接着往上涨 再有一种可能的就是画双顶了 就是您看这是一个峰嘛 然后再画一个峰 双M行嘛 M行然后就真的再落下来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在下一次它再涨到高位的时候 因为大家看日线今天是刚刚要出金叉啊 肯定是会往上涨的 它再涨到这1243或者1250 或者是1300左右的时候的话呢 有可能第二个峰比第一个峰还高 也是有可能的 这时候的话 我建议大家在高位呢 还是做一下减持 减持之后的话 如果它再掉下来的话 我们再加仓加进去就好了 如果它不掉下来 当然也有这种踏空的危险了 但是我认为的话 就是能保护一点利润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吧 而目前的话 它这个估值的话 就是781到932嘛 所以现在它这个股价 是肯定是超估值的 这么一种情况 一方面是大家的情绪在这儿 一方面电动车 确实是比较新能源嘛 比较热门的一个板块 所以跟这些都多少有点关系 像它那个其他的几个 那个LUCID了 还有Rivian了 这些个 今天也是大跌了 可以说跌的不小 一个5% 一个10%几吧 好像是 所以这边我看看 Rivian LUCID的5.35% 这个Rivian是15.08% 所以跌的还是不小的 他们这个的话呢 因为价格说不完 也没有什么估值 也没有什么盈利 也没有什么企业消息 很多都是在这个炒热点了 再一个就是 大家都是 怎么说 蹭这个热 蹭这个电动车的热门吧 然后做的这个情况 英伟达的话呢 今天实际上 我们前一阵已经说过 它这个日线呢 已经是开始向下了 周线的话呢 也是已经拐头向下 月线同样也是拐头向下 所以这一轮 肯定是要往回走的 回归它本身的这个价格吗 价值吗 或者说是 我们认为它这个 短期的强弱分界线呢 是294.5到300.4 所以看它未来几天 实际上今天是292.61 已经跌破了这个 就是短期的这个分界线了 跌破这之后的话 我们认为它实际上是 应该说是阶段性的 短期 至少是看着它 应该是走弱的了 而且看它这个日线的话 确实也是 周线呢 也是要向下的了 所以这一轮的话呢 我们是有望见到 250 或者是230的这个价格 因为它现在估值的话呢 目前就是 230到250 这么一个区间吧 或者说253了 就是这个位置 它所以是很有可能 见到这个价格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要是长期 做英伟达的话呢 可以在230左右 或者240左右 做一个这个 小仓位的这个布局吧 然后等它跌到这的时候呢 自动买入 然后如果要是 就是 它没有跌到这 就只跌的话呢 看到有直接形态的话呢 在250左右的话呢 也可以做一点布局 然后就是 让它买入一些 走进去 但是 但是英伟达 现在是走入 这个弱势的这种行情了 所以 很有可能 未来几天吧 或者说甚至 一两周的时间 都会是向下走一走 回踩一下的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这个 不怕好股票 不回头啊 就怕它回头的时候 大家不敢买了 所以如果要是说 对这个股票确实有信心 而且确实觉得 它未来的话呢 是一个不错的股票 芯片方面吧 确实都是很好的 这时候的话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都是啊 可以做这种 就是加仓的嘛 可以做这种无脑加仓 就是咱们说的了 但是追高的话 我建议就不要了 因为 没有太多的利润在这 因为它故事本身在那吧 在一个的话 确实高位的话呢 一下有可能追进去 一下就被套住了嘛 到时候心情就不太好了 好了 鉴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点击订阅 留言分享 转发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次再见